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五个等级当中呢 其中有三款是汽油版 另外两款是柴油版 汽油版最入门的等级从2.0GL开始到2.0GLS 接下来是2.5GLS 至于两款顶级的柴油版则是2.2GLS版本 在汽油版身上呢 它只有二轮驱动系统可选 那么在柴油版身上呢 它一共有两种选择 分别是二轮驱动还有四轮驱动 在售价方面呢 它比上一代贵了3000到5000令吉左右 最入门的等级呢 售价是134000令吉 在外观造型方面呢 它和上一代没有太大的差别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水箱护照采用了立体式的网状设计 接下来它的杜格尸条 这一代比上一代来得更加粗壮 在头灯组方面呢 它的造型变得更加细长 而且在保险杆底下呢 它隐藏了一个造型极小的LED雾灯 来到车侧呢 在2.2柴油版还有2.5汽油版身上呢 它搭载的是19寸双色轮圈 那么在2.0GL还有GLX版本身上呢 它搭载的是17寸轮圈 那么在尾部的造型设计方面呢 它看起来会比较圆润 而且它的尾灯组呢 和车头灯一样变得更加细长 再来我们看看保险杆的下缘 它搭载了一个双粗的排气管 那么在这一次的CF5身上呢 它一共有三种特别颜色可选 包括原厂最出名的Soul Red Crystal Machine Gray 还有Purl White 那么这三种颜色呢 是比较豪华的选项 如果你对这三种颜色有兴趣呢 只需要加价2000令吉 那么这一次CF5的引擎呢 基本上和上一代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呢 原厂为它特别进行了调教 它的压缩比呢 从原本的13亿 小升级到现今的14亿 那么随着压缩比的进步呢 在动力输出方面 它也有一些小进步 比如说在2.0版本身上的引擎呢 它的最大输出是162匹马力 峰值扭矩是210牛顿米 在2.5版本身上呢 它的最大动力来到了192匹马力 峰值扭矩是257牛顿米 在2.2柴油版身上呢 它的动力输出和上一代一样 只不过原厂同样为它进行了特别调效 因此这一次的引擎呢 会比上一代来的更近一些 进入车内呢 它的内装不仅以上一代的CS5相比呢 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不过在用料材质方面呢 依然保持一贯的水准 那么在中控台的一些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采用这个软塑胶的材质 整体看起来呢 非常的有质感 在内装配备方面呢 它一样保有了MZD Connect旋钮 双气冷气恒温系统 中控台荧幕 不过呢 这个荧幕变得更加细长 再来我们看看仪表盘 它的仪表盘依然采用传统的指针式仪表盘 在安全配备方面呢 它也是相当有诚意的 新的CS5全车系标配了6G安全气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以及三合一刹车系统 那么在顶级的柴油版身上呢 它还追加了 主动式刹车系统 以及车道偏离警示系统等等 那么来到后座呢 它的空间表现基本上 与上一代相比已经有明显的进步 不过呢 它比同级的竞争对手 HONDA CR-V相比呢 还是有一些些差距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前方的腿部空间呢 还有大约两个拳头的空间 顶部空间呢 还有大约同样是两个拳头的空间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后座冷气出风口呢 变成了一个双处式的冷气出风口 那么来到车尾箱方面呢 它的容量比上一代已有进步 不过呢 它比它的同级竞争对手 HONDA CR-V来得还要小一些 同时呢 它可以通过放平后座座椅延伸更多的空间 在踢板下呢 它同样有一个19寸的轮圈 这一次呢 我们先谈到这里 下一次呢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详尽的报道 欢迎收看 谢谢大家 我是指尖